与人来说 结束是指人生路上的必经关节 比如投胎 比如择孝 比如生活职业 又比如财富地位 以及疾病等无法决定的先天因素 与修道者来说 结束是指修道者突破修为的阻碍 结束之下 度过则修为增加一层 当经历了万劫之后 就修成了不悔不灭不墨之体 成就混远打落惊仙 也就是封神世界里里长述的圣人 封神中圣人是每一个修道者的最终追求 均不见他们对上封神榜的无论敌友 都是无伤其类的悲凉 道不尽的接探 所谓封神节也 对封神中的修道者来说 上了封神榜 就意味着封神大劫失败度过 若没有上封神榜 就代表他们成功度过了封神大劫 其中欲须十二上仙 就是成功者度劫了的 度过封神大劫后的欲须十二上仙 斩了三十后 封神原文中说 他们都得了道了的真 各的圆满 太义真人成轻微教主 聚留孙成了佛 文书广法天尊 普贤真人和慈行道人成了菩萨 封神中 教主就相当于是圣人 所以太义真人和聚留孙两位首先入圣 其次则是广成子 赤金子 御顶真人和道行天尊 他们一仗四件正道 也是迟早的事儿 相比较他们 文书广法天尊的结果 就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为什么这么说 所谓天尊 天中最尊者 封神世界里的原始天尊 就是群仙队里的首领 诸神策封的主持 是地位最尊者 还有西游里被称高大上圣 大慈人者 玉皇大天尊 玄穷高上帝的玉皇大帝 包括尔郎神台 白晶星等先生 无不一口一个大天尊敬成玉帝 文书广法天尊也是天尊 对照其他玉须门人的规律结果来说 封神大劫后的文书 无论如何也是一方称霸的教主 正道原始的圣人 然而封神大劫后的文书广法天尊 却指证了菩萨位 封神原文对文书广法天尊的成就 是和慈航道人 普贤真人并列成三大师一起提及的 他们大展精灵圣母时的张界 叫三大师收拾向后 三大师催开了轻师 向后 精灵圣母时宝剑飞腾 三大就是后来的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我们对照文书广法天尊 普贤真人和慈航道人的名号不难看出 文书广法天尊就是后来的文书菩萨 顶着天尊的名头 确证菩萨国位 文书广法天尊何以自讲身份呢 原因有二 一是文书广法天尊虽然也是天尊 但此天尊却非彼天尊 是不能和原始天尊相提并论的 而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人物的出现 他影响了文书广法天尊的国位 此人不是别个 他就是指引东土独英军 来于前缘节圣台的西方来课 准题道人 封神中 准题道人得知了封神大劫 是所有修道者的结束 所以便趁着机会来大战中 度化有缘人 比如马园 比如乌云仙 比如孔轩 比如文书广法天尊 没做文书广法天尊 也在准题道人的计划之内 均不见文书广法天尊 奉原始天尊赤命来守马园 就要将马园斩首完原始之命时 准题道人他来了他来了 他说着你与我西方交友员 接呼来了 虽然准题道人说 他是来读马园来的 可他心里也将文书 当做了自己的猎物 否则也不会有文书光发天尊等 事而上先遭惊斗之恶 丢了三花武器 施了到果城返台后 准题道人在万仙镇前 当着原始天尊的面 和文书思想授予 但见万仙镇前 结教求手先开启了太极镇 在那里教证 让产教阵营的人去破阵 产教教主原始天尊 还没开口呢 准题道人进 阅祖带炮指示起来了 他和文书光发天尊说 道友啊 你去会这位有缘之客吧 准题不但下令 甚至他都不等 原始天尊表态 立即将文书光发天尊 顶上一纸 让文书宁安覆开 三光蹦出 锐气盘旋 恢复了一身法力 人家的师父明明就在一旁 你准题这么做的目的 不要太明显好不好 啥叫有缘之客 这不明白着和原始天尊说 自己看上人家徒弟了吗 而且文书得了准题的好处 自然就要成准题道人的情 于是文书广法天尊 和西方教的因果就此结下 修道者最讲究因果报应 既然借了因 就要了这番果 文书广法天尊 借准题道人那一旨恢复了法力 并因此得了求手先为 做起的功劳 就成了文书修为突破的阻碍 让他不能正道如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